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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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 羅遠明才聲明對第四條之表決 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現在進行第五條 請宣讀條文 行政院提案第五條 與下列相同性別之親屬不得成立第二條關係 一 直系寫親及直系陰親 二 龐系寫親在四親等以內者 但因收養而成立之四親等龐系寫親 備份相同者不在此縣 三 龐系陰親在五親等以內備份不相同者 前項與直系陰親成立第二條關係之限制 與陰親關係消滅後異實用之 第一項與直系寫親及直系陰親成立第二條關係之限制 與陰收養而成立之直系親屬間 在收養關係中止後異實用之 委員賴事寶等提案第六條 與下列親屬不得成立同性家屬關係 一 直系陰親及直系陰親 二 龐系寫親在六親等以內者 但因收養而成立之四親等及六親等龐系寫親 備份相同者不在此縣 三 龐系陰親在五親等以內備份不相同者 前項直系陰親成立同性家屬關係之限制 與陰親關係消滅後異實用之 第一項直系寫親及直系陰親成立同性家屬關係之限制 與陰收養關係而成立之直系親屬間 在收養關係中止後異實用之 委員林黛化等提案第五條 與下列相同性別之親屬不得成立第二條關係 一 直系陰親及直系陰親 二 龐系寫親在四親等以內者 但因收養而成立之四親等及四親等龐系寫親 備份相同者不在此縣 三 龐系陰親在五親等以內備份不相同者 前項直系陰親成立第二條關係之限制 與陰親關係消滅後異實用之 第一項直系寫親及直系陰親成立第二條關係之限制 與因收養關係而成立之直系親屬間 在收養關係中止後異實用之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五條 與下列相同性別親屬之間不得成立第二條關係 一 直系寫親及直系陰親 二 龐系寫親在四親等以內者 但因收養而成立之四親等龐系寫親 備份相同者不在此縣 三 龐系陰親在五親等以內備份不相同者 前項與直系陰親成立第二條關係之限制 與陰親關係消滅後異實用之 第一項與直系寫親及直系陰親成立第二條關係之限制 與因收養而成立之直系親屬間 在收養關係中止後異實用之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五條 與下列相同性別之親屬不得成立第二條關係 一 直系寫親及直系陰親 二 龐系寫親在六親等以內者 但因收養而成立直四親等及六親等龐系寫親 備份相同者不在此縣 三 龐系陰親在五親等以內備份不相同者 前項與直系陰親成立第二條關係之限制 與陰親關係消滅後異實用之 第一項與直系寫親及直系陰親成立第二條關係之限制 與因收養而成立之直系親屬間 在收養關係中止後異實用之 民進黨黨團在修正動議第五條 與下列相同性別之親屬不得成立第二條關係 一 直系寫親及直系陰親 二 龐系寫親在四親等以內者 但因收養而成立之四親等龐系寫親 備份相同者不在此縣 三 龐系陰親在五親等以內備份不相同者 前項與直系陰親成立第二條關係之限制 與陰親關係消滅後實用之 第一項與直系寫親及直系陰親成立第二條關係之限制 與因收養而成立之直系親屬間 在收養關係中止後實用之 時代力量黨團在修正動議第五條 與下列相同性別之親屬不得成立第二條關係 一 直系寫親及直系陰親 二 龐系寫親在四親等以內者 但因收養而成立之四親等龐系寫親 備份相同者不在此縣 三 龐系陰親在五親等以內備份不相同者 前項與直系陰親成立第二條關係之限制 與陰親關係消滅後實用之 第一項與直系寫親及直系陰親成立第二條關係之限制 與因收養而成立之直系親屬間 與收養關係中止後實用之 宣讀完畢 現在一登記順序發言 並截止登記請許譽人委員 許譽人委員不發言 法委員會現在一再修正動議修正動議 提案條文之提出先後順序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議案通過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黨團實在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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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93人赞成67人反对26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 第五条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六条请宣读条文 行之任提案第六条相同性别之监护人与受监护人于监护关系存续中不得成立第二条关系 但经受监护人父母之同意者不在此线 委员林代化等提案第六条相同性别之监护人与受监护人于监护关系存续中不得成立第二条关系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六条相同性别之监护人于受监护人除今受监护人父母之同意者外 于监护关系存续中不得成立第二条关系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六条相同性别之监护人于受监护人于监护关系存续中不得成立第二条关系 民進黨黨團在修正動議第六條 相同性別之監護人與受監護人 於監護關係存續中 不得成立第二條關係 但經受監護人父母同意者不在此限 時代力量黨團在修正動議第六條 相同性別之監護人與受監護人 於監護關係存續中 不得成立第二條關係 但經受監護人父母同意者不在此限 宣讀完畢 本條未有委員登記發言 報告委員會現在依再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提案條文之提出先後順序 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報告委員會民進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所提再修正動議第六條 條文相同 所以一併處理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藝人 並不想控制 令人交出 對 帶順序進行表決 準備 拍子 不評 立刻 對 不評 有 是不是 您 去 讓 說 當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93人 赞成66人 反对27人 弃权0人 赞成者多数 第六条 照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 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继续进行第七条 请宣读条文 请志愿提案第七条 有配偶或已成立第二条关系者 不得再与他人成立第二条关系 一人不得同时与二人以上成立第二条关系 或同时与二人以上分别为民法所定制结婚 及成立第二条关系 以成立第二条关系者 不得再与他人为民法所定制结婚 委员赖事保等提案第七条 有同性家属或配偶者 不得与他人成立同性家属关系 一人不得同时与二人以上成立同性家属关系 或同时与二人以上分别成立配偶及同性家属关系 委员赖事保等提案第七条 有配偶或已成立第二条关系者 不得再与他人成立第二条关系 一人不得同时与二人以上成立第二条关系 或同时与二人以上分别为民法所定制结婚 及成立第二条关系 以成立第二条关系者 不得再与他人为民法所定制结婚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力第七条 有配偶或已成立第二条关系者 不得再与他人成立第二条关系 一人不得同时与二人以上成立第二条关系 或同时与二人以上分别为民法制结婚 及成立第二条关系 以成立第二条关系者 不得再与他人为民法所定制结婚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力第七条 有配偶或已成立第二条关系者 不得再成立第二条关系 一人不得同时与二人以上成立第二条关系 或同時與二人以上分別為民法所定制結婚及成立第二條關係 以成立第二條關係者不得再為民法所定制結婚 時代力量黨團在修正動員第七條 由配偶或以成立第二條關係之人 不得再與他人成立第二條關係 一人不得同時與二人以上成立第二條關係 或同時與二人以上分別為民法所定制結婚及成立第二條關係 以成立第二條關係者不得再與他人為民法所定制結婚 宣讀完畢 現在一登記順序發言 並截止登記 請審治會委員 審委員不發言 法委員會現在一再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提案條文之提出先後順序 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暫停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93人赞成66人反对26人弃权1人赞成者多数 第七条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东一条文通过 继续进行委员林代化等提案第八条 请宣读条文 委员林代化等提案第八条 非出于为经营共同生活人目的 莫非已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质永久结合关系之意思 而缔结第二条关系者其关系不成立 但不得以其关系不成立对抗善意第三人 就前项情势当事人真三清等内写经 检察官社会福利主管警官的诉请确认其关系不成立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八条不予通过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八条不予采纳 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动议第八条不予增订 宣读完毕 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 现在依再修正动议修正动议提案条文 之提出先后顺序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议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分别所提再修正动议相同 所以一并处理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 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动议 现有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有民进党团队 任党团队 有民进党团退伤的 温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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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站顶豔快乐观好 表決結果 出席92人 贊成66人 反對26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多數 委員林黛化等提案第八條不予採納 現在進行第八條 請宣讀條文 行政院提案第八條 第二條關係有下列進行之一準無效 以不具備第四條制方式 二 違反第五條規定 三 違反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違反前條第三項規定準期及換五項 民法第988條第三款單數及第988條之一規定 於第一項第三款及前項進行轉用之 委員林黛化等提案第八條 同性交所關係有下列進行之一準無效 以不具備第五條制方式 二 違反第六條規定 三 違反第七條規定 委員林黛化等提案第九條 第二條關係有下列進行之一準無效 以不具備第四條制方式 二 違反第五條規定 三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違反第七條第三項規定準期結婚無效 民法第988條第三款單數及第988條之一規定 於第一項第三項及前項進行轉用之 民進黨麻煩修正動議第八條 第二條關係有下列進行之一準無效 以不具備第四條制方式 二 違反第五條規定 三 違反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違反前條第三項規定準期結婚無效 民法第988條第三款單數及第988條之一規定 於第一項第三項及前項進行轉用之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八條 第二條關係有下列進行之一準無效 以不具備第四條制方式 二 違反第五條規定 三 違反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八條 第二條關係有下列進行之一準無效 以不具備第四條制方式 二 違反第五條制規定 三 違反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違反前條第三項規定準期結婚無效 民法第988條第三款單數及第988條之一規定 於第一項第三項及前項進行轉用之 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動議第八條 第二條關係有下列進行之一準無效 以不具備第四條制方式 二 違反第五條制規定 三 違反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違反前條第三項規定準期結婚無效 和動議第八條條文相同 所以我們一併處理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一宗曝日報告 北斗議承議 電視任兆 北斗議 以及 報告 表決結果 出席93人 贊成67人 反對26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多數 第八條 照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繼續進行第九條 請宣讀條文 行政院提案第九條 轉定第二條關係 唯一份第三條 第一項之規定者 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但當事人已達該項所定年齡者 不得請求撤銷 成立第二條關係 唯一份第三條 第二項之規定者 法定代理人 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但自知悉期 事實之日期 已於六個月 或成立第二條關係後 已於一年者 不得請求撤銷 成立第二條關係 唯一份第六條之規定者 受監護人或其最近親屬 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但第二條關係成立後 已於一年者 不得請求撤銷 為原理淡化的提案第十條 成立第二條關係 違反第三條規定者 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但當事人已達該項所定年齡者 不得請求撤銷 成立第二條關係 違反第六條之規定者 受監護人或其最近親屬 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但第二條關係成立後 已於一年者 不得請求撤銷 民進黨黨團 修正動議第九條 成立第二條關係 違反第三條 第一項之規定者 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得向法院請求撤銷 但當事人已達該項所定年齡者 不得請求撤銷 成立第二條關係 違反第三條 第二項之規定者 法定代理人 得向法院請求撤銷 但自知悉 其事實至日期 已於六個月 或成立第二條關係後 已於一年者 不得請求撤銷 成立第二條關係 違反第六條之規定者 受監護人或其最近親屬 得向法院請求撤銷 但第二條關係成立後 已於一年者 不得請求撤銷 國民黨黨團 修正動議 第九條 刪除 民進黨黨團 再修正動議 第九條 成立第二條關係 違反第三條 第一項之規定者 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得向法院請求撤銷 但當事人已達該項所定年齡者 不得請求撤銷 成立第二條關係 違反第三條 第二項之規定者 法定代理人 得向法院請求撤銷 但自知悉 其事實至日期 已於六個月 或成立第二條關係後 已於一年者 不得請求撤銷 成立第二條關係 違反第六條制規定者 法定代理人 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 依序 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任意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 再修正動議 條文 民進黨團 實在力量黨團 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發言論詞 共敵人 通常 到達共委員會 法國登平 法國安法華議案 他們把他所推出 一年之後 裁判所 在下公務員 通常 中間 武漢文化 法定代理人 國安法華議案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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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93人赞成66人反对27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第九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十条请宣读条文 行政院提案第十条第二条关系撤销至要件及效力 准用民法第996条至998条至规定 第二条关系无效户经撤销者 其子女侵权着定及监护 损害赔偿赡养费之给予及财产取回 准用民法第999条及第999条之一至规定 委员林泰化等提案第十一条 第二条关系撤销至要件及效力 准用民法第996条至第998条之规定 第二条关系无效户经撤销者 其损害赔偿赡养费之给予及财产取回 准用民法第999条及第999条之一至规定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十条 第二条关系撤销至要件及效力 准用民法第996条至第998条之规定 第二条关系无效户经撤销者 其子女侵权着定及监护 损害赔偿赡养费给予及财产取回 准用民法第999条及第999条之一至规定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十条 删除民进党团再修正动议第十条 第二条关系撤销至要件及效力 准用民法第996条至第998条之规定 第二条关系无效户经撤销者 其子女侵权着定及监护 损害赔偿赡养费之给予及财产取回 准用民法第999条及第999条之一至规定 时代量党团再修正动议第十条 第二条关系撤销至要件及效力 准用民法第996条至第998条之规定 第二条关系为无效户经撤销者 其子女侵权着定及监护 损害赔偿赡养费之给予及财产取回 准用民法第999条及第999条之一至规定 宣读完毕 为本条卫有委员登记发言 现在依再修正动议修正动议提案条文之 提出现后顺序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 民进党党团实在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93人赞成66人反对27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 第十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十一条 请宣读条文 行政院提案第十一条及委员林戴化等提案第十二条 第二条关系之双方当事人护肤同居之一物 但有不能同居之正当理由者不在此线 委员赖税保等提案第九条 同性家属护肤共同生活身上护一物 同性家属之住所由双方共同协议之 未为协议或协议不成时 推定以双方共同户籍地为其住所 但法院得应一方之申请 以裁定定之或编根之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十一条 第二条关系之双方当事人护肤同居之一物 但不能同居有正当理由者不在此线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十一条 第二条关系之双方当事人护肤 共同生活之照顾一物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十一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护肤同居之一物 但有不能同居之正当理由者不在此线 实在烈浪党团再修正动议第十一条 第二条关系之双方当事人护肤同居一物 但有不能同居之正当理由者不在此线 宣读完毕 本条为有委员登记发言 现在依再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提案条文之提出现后顺序 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 民进党团实在立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文条爷 文条 society 文条人都对立党团 因此 文条文�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93人 赞成67人 反对26人 弃权0人 赞成者多数 第11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继续进行12条 请宣读条文 行政院提案第12条 及委员林黛化等提案第13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之住所 由双方共同协议之 位为协议或协议不诚实的申请法院定之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2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之住所 由双方共同协议之 位为协议或协议不诚实的申请法院定之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2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之住所 由双方共同协议之 位为协议或协议不诚实 推定以雙方共同戶籍地为其住所 但法院得以一方之申请 以裁定定制或变更之 民进党党团再受战斗议第十二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之住所 由双方共同协议 未为嫌疑或嫌疑不诚实的申请法院定制 实在立党党团再受战斗议第十二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之住所 由双方共同协议 未为嫌疑或嫌疑不诚实的申请法院定制 宣读完毕 本条委委员登记发言 现在依再修正动议修正动议提案条文 之提出先后顺序 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民进党团实在立党党团 分别所提再修正动议第十二条条文相同 所以一并处理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实在立党党团 再修正动议条文 民党团实在立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了许可疑的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93人 赞成67人 反对26人 弃权0人 赞成者多数 第12条 照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13条 请宣读条文 行政院提案第13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与日常将务互为代理人 第二条关系当事人之一方滥用前项代理权势 他方得限制之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委员赞世保等提案第14条 同性家属与日常将务与医疗事务互为代理人 同性家属之一方滥用前项代理权势 他方得限制之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委员林戴华等提案第14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与日常将务互为代理人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之一方滥用前项代理权势 他方得限制之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3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就日常将务互为代理人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之一方滥用前项代理权势 他方得限制之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3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与日常将务互为代理人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之一方滥用前项代理权势 他方得限制之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13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与日常将务互为代理人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之一方滥用前项代理权势 他方得限制之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动议第13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与日常将务互为代理人 第二条关系当事人之一方滥用前项代理权势 他方得限制之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宣读完毕 本条卫有委员登记发言 现在一再修正动议修正动议提案条文 之提出现后顺序依需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议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 民进党党团实在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aktiv到国序侧树尔 对款以上 对 Con invest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93人 赞成67人 反对23人 弃权0人 赞成者多数 第13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14条 请宣读条文 行政院提案第14条 及委员领带化等提案第15条 第二条 关系双方当事人之家庭生活费用 厨房率或契约另有约定外 由双方各一起经济能力 家事劳动或其他情势分担之 应前项费用所生之债务 由双方当事人付连带责任 委员赖税保等提案第11条 同性家属建制生活费用 厨房率或契约另有约定外 由双方各一起经济能力 家事劳动或其他情势分担之 因前项费用所生之债务 由双方付连带责任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4条 第二条 关系双方当事人之家庭生活费用 厨房率或契约另有约定外 由双方各一起 交涉劳动经济能力 或其他情势分担之 因前项费用所生之债务 由双方当事人付连带责任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4条 第二条 关系双方当事人之生活费用 厨房率或契约另有约定外 由双方各一起 经济能力 交涉劳动或其他情势分担之 因前项费用所生之债务 由双方当事人付连带责任 民进党团修正动议第14条 第二条 关系双方当事人之家庭生活费用 厨房率或契约另有约定外 由双方当事人各一起 经济能力 交涉劳动或其他情势分担之 因前项费用所生之债务 由双方当事人付连带责任 此代列案本盘再修正动议第14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之家庭生活费用 厨房率或契约另有约定 由双方各一起激进能力 加涉劳动或其他情势分担之 因前项费用所生之债务 由双方当事人付连带责任 宣度完毕 本条卫尔委员登记发言 现在依再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 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 民进党团实在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决结结果 出席90人赞成65人 反对25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 第十四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十五条 请宣读条文 行政院提案第十五条 即委员零呆化的提案第十六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财产制 纯用民法亲属编第二章第四节 关于夫妻财产这支规定 委员雷射宝的提案第十二条 同性家属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处犯及财产 但双方当事人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 以书面护约提供之财产属于双方 共同共有财产由同性家属共同管理 其管理费用由该财产负担 但约定由一方管理者从其约定 同性家属之一方对于公同共有财产为主犯使 应得大方之同意 但该同意之欠缺 不得以对抗善意 且非因过失不知其事实之第三人 同性家属之一方死亡时 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 共同共有财产之贩数 归属于死亡者之遗产 其他贩数归属于生存者之他方 同性家属关系消灭时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双方各取回其已书面互约提供之财产 如有生云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 由双方各得其半数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十五条 第二条关系之中 双方当事人职财产之 转用民法亲属编第二章第四节 关于夫妻财产之之规定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十五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 各自本领使用收益及处分及财产 但双方当事人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 以书面互约提供之财产属于双方公同共有 公同共有财产由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共同管理 其管理费用由该财产负担 但约定由一方管理者从其约定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职一方 对于公同共有财产为主份使应得大方之同意 但该同意之欠缺 不得与对抗善与且非因过失不知其事实之第三人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职一方死亡时 除当事人令有约定位 共同共有财产之半数归属于死亡转至隐称 其他半数归属于生存者职套方 第二条关系消灭之主法律令有规定位 双方各取回其也书面互约提供之财产 如永胜于除当事人令有约定位 由双方各得其辩数 民进党党团在书震动一第15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职财产制 转用民法亲属编第二章第四节 关于夫妻财产制之规定 实在量党团在书震动一第15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职财产制 转用民法亲属编第二章第四节 关于夫妻财产制规定 宣读完毕 本条卫委员登记发言 现在依再修正动一 修正动一 提案条文 之提出先后顺序 依需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民党党团再修正动一条文 民党团实在力量党团要求 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93人 赞成67人 反对26人 弃权0人 赞成者多数 第15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委员陈欧波声明 对刚才14条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现在进行第16条 请宣读条文 请进行提案第16条 第二条关系得尽双方当事人合议终止 但未成年人应得法定代言之同意 且向终止应以书面为之 有二人以上证人之签名 并应向护称机关为终止之登记 委员赞成宝等提案第13条 同性交属之一方 得随时终止同性交属关系 但因此受有损害者 得向有过设置探索请求赔偿 虽非财产上之损害 受害人意的请求赔偿 相当之金额 前向终止应以书面为之 有二人以上证人之签名 并应向护称机关为终止 同性交属关系之登记 护称机关与前向同性交属之一方 为终止同性交属关系之登记时 应以书面通知同性交属之双方 委员林淡化等提案第17条 第二条关系得尽双方当事人合议终止 前向终止应以书面为之 有二人以上证人之签名 并应向护称机关为终止之登记 民进党老团修正动议第16条 第二条关系得尽双方当事人合议终止 但未整年应得法定带领人之同意 前向之合议终止应以书面为之 有二人以上证人之签名 并应向护称机关为终止之登记 国民党老团修正动议第16条 第二条关系当事人之一方 得随时终止第二条关系 但因此受有损害者 得向有过设置探方请求赔偿 虽非财产上是损害 受害人以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 前向终止应以书面为之 有二人以上证人之签名 并应向护称机关为终止之登记 护称机关于第二条关系 当事人之一方为终止登记时 应以书面通知第二条关系 当事人之一方 原青岛老团修正动议第16条 第二条关系得经双方当事人合议终止 但未全年人应得法定带领人之同意 前向终止应以书面为之 有二人以上证人签名 并应向护称机关为终止之登记 时代利亚本团修正动议第16条 第二条关系得经双方当事人合议终止 但未全年人应得法定带领人之同意 前向终止应以书面为之 有二人以上证人签名 并应向护称机关为终止之登记 宣读完毕 本条委员登记发言 现在依再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 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 民进党党团实在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您的订阅 感谢观看 了解结果 出席93人,赞成66人,反对27人,弃权0人 赞成者多数第16条,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17条,请宣读条文 行政院提案第17条及委员林黛化等提案第18条 第二条关心双方当事人之一方有效率进行追者 他方得向法院祈求终止第二条关系 一,与他人成为民法上结婚或成立第二条关系 二,与第二条关系之他方以外之人和异性交 三,第二条关系之一方对他方为不堪同居之虐待 四,第二条关系之一方对他方之直系亲属为虐待 或第二条关系之一方之直系亲属对他方为虐待 至不堪为共同生活 五,第二条关系之一方以恶意仪器他方在继续状态中 六,第二条关系之一方意图伤害他方 七,有中大不治之病 八,生死不明已于三年 九,因故意犯罪今判处有期徒刑于六个月确定 有前项以外之中那是由难以为止第二条关系者 双方当事人之一方得请求终止之 对于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之情事 有请求权之一方 于事前同意或事后优数 或知悉后已于六个月 或自其情事发生后已于二年者不得请求终止 对于第一项第六款及第九款之情事 有请求权之一方 自知悉后已于一年 或自其情事发生后已于五年者不得请求终止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一第十七条 第二条关系 双方当事人之一方有效率起行之一者 他方得向法愿请求终止第二条关系 一,与他人成为民法上结婚或成立第二条关系 二,与第二条关系之他方以外之人合意性交 三,第二条关系之一方对他方为不堪同居之虐待 四,第二条关系之一方对他方之直系亲属为虐待 或第二条关系之一方之直系亲属 对他方为虐待之不堪为共同生活 五,第二条关系之一方以恶意 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 六,第二条关系之一方意图伤害他方 七,有中大不治治病 八,生死不明 一,与三年九,因故意犯罪 今判处有期徒刑于六个月确定 有前项以外之中当是有难以为绝第二条关系者 双方当是认真一方的请求终止之 对于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这情形 有请求全知一方事前同意或事后优数 或珍惜后以于六个月 或自其情事发生后以于二年者不得请求终止 对于第一项第六款及第九款这情事 有请求全知一方 自珍惜后以于一年 或自其情事发生后以于五年者不得请求终止 国民党党团修称动议第十七条 第二条关系终止者 一方对于大方之权利或请求权 于关系终止后一年内 其实就不完全 民进党党团再修称动议第十七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是认真一方 有效率前行之一者 大方得向法院请求终止第二条关系 一,与他人成为民法锁定之结婚 或成立第二条关系 二,与第二条关系之大方以外 这人合一性交 三,第二条关系之一方 对他方为不堪同聚之虐待 四,第二条关系之一方 对他方这直系亲属为虐待 或第二条关系之一方 这直系亲属对他方为虐待 这不堪为共同生活 五,第二条关系之一方 以恶意仪器 他方在继续状态中 六,第二条关系之一方 意图伤害他方 七,有重大不治之病 八,生死不明于三年 九,因故意犯罪今 判处有期徒刑于六个月确定 有前项以为这重大事 有难以维持第二条关系之 双方当认真一方的 请求终止之 对于第一项第一款 第二款之请事 有请求全知一方 于事前同意或身后右手 或知悉后已于六个月 或此其情事发生后已于二年者 不得请求终止 对于第一项第六款 及第九款之请事 有请求全知一方 自知悉后已于一年 或自其情事发生后已于五年者 不得请求终止 实在量 码团在受战斗 第十七条 第二条关系 双方当事人 一方有下列进行决议者 他方得向法院 请求终止第二条关系 一,与他人成为民法上结婚 或成立第二条关系 二,与第二条关系之他方 以外之人和一性交 三,第二条关系之一方 对他方为不堪统治之虐待 四,第二条关系之一方 对他方之直系金属为虐待 或第二条关系之一方 这直系金属为 对他方为虐待 之不堪为共同生活 五,第二条关系之一方 以恶意于七他方 在继续状态中 六,第二条关系之一方 意图伤害他方 七,有重大不治之病 八,生死不明于三年 九,因故意犯罪经判处 有期徒刑于六个月确定 有前项以外之重大事 有难以为是第二条关系者 双方当事人之一方 得请求终止之 对于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 第二款之情事 有请求选之一方 于事前同一或事后用数 或追悉后已于六个月 或自其情事发生后已于二年者 不得请求终止 对于第一项第六款 及第九款之情事 有请求选之一方 自追悉后已于一年 或自其情事发生后已于五年者 不得请求终止 宣诊完毕 本条卫后委员登记发言 现在依再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 提案条文之提出现后顺序 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议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民党党团 再修正动议条文 民党团实在力量党团 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中文字幕提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66人 反對26人 棄權0人 戰爭者多數 第17條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第18條 請宣讀條文 新教院提案第18條及委員林黛華等提案第19條 第2條關係之中止經法院調解或法院和解傳立者 第2條關係消滅 其向進行法院因一職權同時該管護身機關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18條 就第2條關係之中止經法院調解或法院和解傳立者 第2條關係消滅 其向進行法院因一職權同時該管護身機關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18條刪除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18條 第2條關係之中止經法院調解或法院和解傳立者 第2條關係消滅 法院因一職權同時該管護身機關 其向進行法院因一職權同時該管護身機關 宣讀完畢 本條未有委員登記發言 現在依再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提案條文 之提出現後順序 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議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實在令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香港的政法院議題 是否輕鬱通議 這是否最大的意味 我們是否反過來 政府交集辦公司 我們是要選都市民 民進黨團园學院議員 因為分地委定 政府官方是正動議 民進黨园公司 政法院議員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93人 赞成67人 反对26人 弃权0人 赞成者多数第18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东义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19条 请宣读条文 行政院提案第19条 第二条关系终止者 其自律侵权筑定及监护 损害赔偿赡养费之给予及财产局会 准有民法第1055条至第1055条至2 第1056条至第1058条至规定 委员零淡化等提案第20条 第二条关系终止者 其损害赔偿赡养费之给予及财产局会 准有民法第1056条至第1058条至规定 民进党党团兽战争条文第19条 第二条关系终止者 子女侵权费之给予及财产局会 准有民法第1055条至第1055条至第1058条至规定 国民党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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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 實在力量黨團在修正東一第十九條 第二條關係終止著其子女侵權著定與監護 損害賠償善養費之給予 及財產局回準要民法第17055條制第17055條制2 第17056條制第17058條制規定 宣讀完畢 本條衛後委員登記發言 現在依在修正東一 修正東一提案條文之提出現後順序 依需記名表決如果其中有任何議案通過 既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再修正東一條文 民進黨團實在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時間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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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頭 表決結果 出席 93 人 贊成 66 人 反對 27 人 棄權 0 人 贊成者多數 第 19 條 照民進黨黨團 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第 20 條 請宣讀條文 行政運提案第 20 條 第二條 關係之一方 收養大方式 親生子女時 準有民法關於收養時規定 委員來社保等提案第 15 條 同性家屬關係成立時 一方對其未成年之子女 除得以遺囑指令監獄人為 易德英 救學醫療 生活照顧等事項 於一定期限內 以書面委託套方行使共同監獄之職務 前校受委託之套方當事人 除另有規定外 於本戶增進受監獄人力之範圍內 行使負擔同性交属之一方 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一物 監獄人於監獄權限內 為受監獄人之法定代理人 委員林黛化短題 第 21 條 於第二條關係存續期間內 一方當事人得救其經護之未成年子女 與他方當事人約定共同行使 其負擔其對該未成年子女之父母之權利一物 他方當事人與前校約定之權限範圍內 是為該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 本條第一項所為之約定 任意一方當事人得隨時終止之 本條第一項所為之約定及其終止 均應以書面為之 並應向護證機關為登記 本條第一項所為之約定 於第二條關係終止時當然終止之 當事人應於向護證機關辦理 第二條關係終止時登記時 同時唯一該約定終止之登記 或由法院一致權通知 該本護證機關辦理之 民進黨黨團修正東一第20條 第二條關係是一方收養他方之親生子女者 準有民法規於收養這規定 國民黨黨團修正東一第20條 第二條關係成立時 一方對其未成年之子女 除得以遺囑指定監護人為 易得應救水醫療生活照顧的身上 於一定期限內 以書面委託他方行使 共同監護之職務 前相受委託是大方當事人 除另有規定外 與本護增進受監護人利益之範圍內 行使負擔第二條關係之一方 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監護人於監護權限內 為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人 民進黨黨團再受戰鬥一第20條 第二條關係 雙方當事人之一方收養他方之青春子女時 準有民法規於收養這規定 實在令黨黨團再受戰鬥一第20條 第二條關係之一方 收養他方之子女或共同收養時 準有民法規於收養這規定 親民黨黨團再受戰鬥一第20條 與第二條關係存續期間內 一方當事人對其監護之未成年子女 除得以遺囑指定監護人外 亦得與他方當事人約定共同行事 其夫等其對該未成年子女之父母之權利義務 他方當事人與前校約定之權限範圍內 視為該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 本條第一項所為之約定及其終止 知應也順便為之並應向互贈機萬為登記 本條第一項所為之約定 任一方當事人得隨時終止之 與第二條關係終止時當然終止之 宣讀完畢 現在依登記順序發言並截止發言登記 請鍾嘉賓委員 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 今天無論是在場內或是在場外 無論我們什麼樣的價值或信仰或立場 我們所能遵循的就是大法官 是自78號的事件意志 以及公投第十案通過的決定 要主張婚姻平權來制定專法 表面上這個婚姻平權的專法 是規範兩個大人婚姻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無可避免的跟傳統的婚姻一樣 會牽涉到第三人 這第三人就是我們所關切的未成年的子女 不管是在成立婚姻之前的未成年子女 或是成立婚姻關於後的未成年子女 其實我們是不是從孩童的立場來思考一下 新的婚姻關係對他們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在傳統的民法當中 我們第二章是規定婚姻 第三章是規定父母子女 現在這第十二條 第二十條事實上就進入了父母子女的範疇 在傳統的婚姻當中 一個孩子太太生下來 他在婚姻關係就自動推定為婚生子女 丈夫就是他的爸爸 他這個孩子在婚姻關中誕生 他就自然享有了配偶雙方 對他撫養照顧保護的這樣的權利 所以婚姻對孩子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在我們第二十條關係當中 我們多半把這樣的關係視為大人之間取得侵權的主張 換言之在第二十條關係當中 他比較接近原來傳統民法婚姻當中的寄親收養 也就是說兩個大人成立了一個新的婚姻當中 在婚姻之前的子女必須在配偶的另一方同意之下可以認養 透過認養可以讓另一方的配偶取得對這個未成年子女的侵權主張 感覺上是大人的權利 事實上呢這裡面忽略的是孩子在婚姻關係當中 他所需要受到的兩方的照顧和保護 所以呢從這個角度來看 從小孩子的角度來看 未來在我們這個專法通過之後 第二十條的規範他會有一個不足的地方 也就是說他只有在寄親收養的部分 跟現有的民法婚姻以及父母子女關係當中 符合寄親收養的關係 也就是孩子是被動的等著新成立的婚姻 另一方的配偶來收養他 他自己沒有辦法主動的取得配偶他方對他的照顧跟保護 換言之未來有可能在成立第二條關係當中 配偶中的另一方會如果不主動收養 在這個關係之下所誕生的小孩的話 這個孩子他所得到的照顧是不足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認為第二十條雖然 行政院版非常的用心跟用力 但是呢 顯有不足 所以要提醒大家 今天的立法不是在挺同跟反同當中取得一個爭議 而在保障婚姻平衡當時 我們也要注意到 如何保障在這段婚姻 在這段關係之下 孩童的權益 未來的路還很長 我們繼續努力 接著請周辰秀小委員 周辰秀小委員 謝謝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大家無安 關於第二十條 它最主要是在處理對於同性別的兩人 是否開放寄親收養的問題 這個是這一部專法當中最大的爭議點之一 首先我們必須要提到的是 司法院四字第七四八號的解釋 主要是針對婚姻章的規定來做成解釋 並未急於其他 而季親收養問題是涉及到第三人身分的關係的變動 而非只是單純同性兩人之間的結合關係 因此自然必須要非常非常的謹慎 如同我們在先前的發言所提到的 法案的推動遠近從來沒有一步到位的 但是當然也不能無動於衷 因此對於同性者在建立結合關係以後 其原本的親生子女可以有共同監護的權利 有這個權利之後 就可以在就學醫療或者生活照顧的方面等等 同樣受到另一方的照顧 也符合共同生活的實際需要 卻不會使得原來異性婚下的子女 親子的身分關係發生變動 雖然沒有辦法一步到位 但是卻也了解到 卻也能夠解決到現實的這個問題 等待社會接受度逐漸提高了以後 再來進行後續的修法 那親民黨團還是要再一次的強調 我國對於這方面的立法已經領先東方社會許多了 以巡訊漸進的方式來處理子女的方式 等到一段時間之後 再來配合未來社會發展的情況來進行修法 其實這才是一個務實的方案 親民黨團同時也認為 法案通過的目的 是希望各方都能夠彼此尊重 透過理性的對話溝通 讓台灣能夠朝向更友善的多元社會來前進 而不是再一次的製造更多的問題 讓社會繼續衝突對立下去 希望各位委員能夠給予親民黨團的 再修正動議給予支持 謝謝 接著請徐毅仁委員 徐委員沒有發言 接著請沈智慧委員 沈委員不發言 接著請尤美女委員 主席 我們也知道說 雖然說我們的同婚還沒有合法化 但是我們目前已經有兩三百多對的同志婚姻 同志們他們生活在一起 同時他們擁有小孩 固然你可以不贊同說同志結婚 但是這些孩子何孤 所以這些已經存在我們台灣這個土地上的這些的孩子 他們需要法律給他們一個親子關係的這樣的一個保護 所以行政院的版本特別規定說 在GTN同婚他們能夠結婚了以後 其中一方能夠收養他方已經有的現有的小孩 那用收養的方式讓他們能夠成立親子的關係 但是非常遺憾的就是這樣一個條文 他只規定說是要親生 但是事實上在我們的民法親屬篇裡面 早就規定你單身可以收養 所以事實上在目前這些的孩子同志 他們所生活在一起的這些的孩子 事實上有些是經過單身收養而來的 但是非常遺憾在這次法律的修改 沒有保障到他們 但是我們期待在未來 就這一塊能夠把它補足 因為孩子是無辜的 那雖然賴斯堡委員 或是親民黨的委員 他們所提的 希望是用共同監護的一個方式 把這個監護委託行使 監護委託行使跟親子關係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監護權只有在20歲之後就沒有監護權 同時監護權沒有成立親子的關係 只要雙方之間有一方過世 另一方如果是他的親生的母親過世 另一方他就變成不是法律上的陌生人 他可能孩子就會被帶走 那如果是經濟的有一方對強勢的一方 他走了這個孩子是不能夠繼承他的遺產的 所以這個對子女都是不利的 何況我們已經簽署了兒童人權公約 對於兒童的失誤都是要以兒童的最佳利益來保障 所以在這裡請求支持行政院的版本 那這個最主要的希望雙方的部分 去保障這個同志目前已經有的小孩 讓這些孩子能夠得到他們應有的權利 讓他們能夠跟他的父母能夠共同生活在一起 能夠受到最佳利益的保護 而且收養在我們的民法的規定裡面 是要經過社工的往事 同時要經過六個月的釋養 並且還要經過法院的裁定 因此都是以責統最佳利益 所以絕對不會侵犯孩子的權利 謝謝 接著請吳秉瑞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在現行的民法關於收養 它確實就如剛剛由美女委員講的 是從子女養子女的利益出發 所以每一個收養案件 都要經過縣市政府社會局專案的仿視 仿視要經過做出調查報告 對子女的利益 做向法院為陳述 再由法院來裁定是否准許收養 所以在討論收養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本身必須要看到 民法的設計就被收養的角度來講 它是從養子女的利益為出發點 所以如果這個要收養的人 事實上不適合收養的話 我想在社會局的調查報告裡面也好 將來做的仿視 調查的結論以及法院 就不一定會裁定准許 那這個民進黨黨版的這個 再修正東西的第20條 雙方當事人之一方收養他方親生子女 這個目的還有另外一層目的 目的就是要求家庭的完整 因為我們民法的基礎單位是以家為單位 那家庭裡面如果父母親跟子女的關係 除了這個婚生推定之外 除了這個認領 除了收養之外 本來就是要讓他們有建立關係 所以如果這個同婚的另外一方對他方的子女可以為收養的話 這個家庭可以完整 而且他的親屬關係建立之後 不會有因為有一方就像剛剛講的 親生這個父母親的過世 使得他跟另外一方變成住在同一個家裡面的兩個陌生人 沒有法律上的關係 所以在這個地方 無論從養殖女的角度來出發 無論從家庭完整圓滿的角度來出發 希望大家能夠來支持 民進黨再修正東西第20條的版本 謝謝大家 接著請林常佐委員 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想剛才如尤委員還有吳委員所說的 其實這一條最主要都是從這個孩子們的權益來去看 那所以說是不是婚生子女在法律上的權益的差異是很大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包括繼承、報稅、撫養還有各種社會福利等等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婚生子女的身份對小孩子的這個保障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的話等於就是對小孩子有傷害 所以我們在這邊還是希望說大家可以支持這個季親收養 但是時代力量其實也有提出一個修正動議 是希望進一步可以包括保障接續收養還有共同收養 那目前現在有的這個同性婚姻的家庭裡面呢 現在的這個孩子其實也有需要被保障的 其實就是需要用接續收養的方式 所以我想這個如同剛才這個吳秉睿委員所說的 其實啟動收養的程序是很複雜的 要先去接受很多的課程啦 經過社工的審查啦 跟小朋友互動的評估啦 還有客觀的經濟狀況 家庭的這個內部的狀況 然後最後還要法院的裁定 所以如果經過這些專業的評估以後 這個認為有一個孩子跟一個家庭的互動關係 真的是非常的好 非常適合在這個家庭裡面成長 可是就只是因為家長的這個性傾向 而阻止了這個孩子的幸福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另外一個歧視 這也是我們今天在這邊討論婚姻自由的時候 除了在講婚姻自由婚姻的保障以外 以及我們要保障的其實是人民的這個平等權 所以我知道說以現在的這個意識的這個流程 我們的修正動議看起來可能不一定有機會被表決 但是我希望所有在座的同仁官員 可以一起來思考這個問題 應該是要盡快也能夠進一步來解決 謝謝 謝謝 所有委員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依再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提案條文 之提出現後順序 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議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實在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謝謝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 出席90人 赞成62人 反对27人 弃权1人 赞成者多数第20条 遭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21条 请宣读条文 行政院提案第21条 经委员林黛化党提案第22条 民法第111条 至第1111条 关于配偶制规定于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准用之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1条 民法第1111条 至第1111条 关于配偶制规定于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准用之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1条 删除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21条 民法第1111条 至第1111条 关于配偶制规定于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准用之 实在立案很含再修正动议第21条 民法第1111条 至第1111条 至2 关于配偶制规定于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准用之 宣读完毕 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 现在依再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提案条文 之提出先后顺序 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既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民党党团再修正动议 条文 民党党团 实在立案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表决结果 出席93人 赞成67人 反对26人 弃权0人 赞成者多数 第21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第22条 请宣读条文 请请不吝点第22条 第二条关于双方当事人护肤 护肤抚养之一物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兼之抚养 全有民法第1116条之一 第1117条 第一项第1118条 单数 第1118条之一 第一项及第二项 第1119条 至第121条之规定 委员零代化的提案第23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 护肤抚养之一物 前项双方当事人兼之抚养方法 和抚养费之给付 由当事人结议定之 当事人不能结议时 由法院定之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兼之抚养 全有民法第1116条之一 第1117条 第一项 第1118条 单数 第1118条之一 第一项及第二项 第1119条 第1121条之规定 民进党的团修正动议第22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护肤抚养之一物 第二条关系双方 当事人兼之抚养 全有民法第1116条之一 第1117条 第一项 第1118条 单数 第1118条之一 第一项及第二项 第1119条 至第1121条之规定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2条 删除 民进党党团在修正动议第22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护肤抚养一物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兼之抚养 全有民法第1116条之一 第11117条 第一项 第1118条 单数 第1118条 第一项及第二项 第1119条 至第1121条 是规定 时代量党团在修正动议第22条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护肤抚养一物 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兼之抚养 全有民法第1116条之一 第1117条第1118条单数 第1118条之一 第一项及第二项 第1119条至第1121条之规定 宣图完毕 本条为有委员登记已发言 现在依再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 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分别所提再修正动议第22条条文相同 所以一并处理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 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 民进党团队 表決結果出席93人 贊成66人 反對27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多數第22條 照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第23條 請宣讀條文 其正於提案第23條及委員林黛化等提案第24條 第二條 關係雙方當事人有相互繼承之權利 唯一法定繼承人 準用民法繼承編關於繼承人之規定 民法繼承編關於配偶之規定 與第二條關係雙方當事人準用之 委員賴士寶等提案第14條 同性交属關係成立時 雙方當事人與不違反特留份規定之範圍內 得協議互違遺產分配 未違前項協議者 推定雙方互違遺產分配之數額 為其各自遺產之半數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23條 第二條 關係雙方當事人間有相互繼承之權利 違法定繼承人 準用民法繼承編關於繼承人之規定 民法繼承編關於配偶之規定 與第二條關係雙方當事人準用之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23條 第二條關係成立時 雙方當事人與不違反特留份規定之範圍內 得協議互違遺產分配 未違前項協議者 推定雙方互違遺產分配之數額 為其各自遺產之半數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23條 第二條 關係雙方當事人有相互繼承之權利 互違法定繼承人 準用民法繼承編關於繼承人之規定 民法繼承編關於配偶之規定 與第二條關係雙方當事人準用之 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動議第23條 第二條關係雙方當事人有相互繼承之權利 違法定繼承人 準用民法繼承編關於繼承人之規定 民法繼承編關於配偶之規定 與第二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互準用之 宣讀完畢 本條未有委員登記發言 現在依再修正動議修正動議提案條文之提出 先後順序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黨團實在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再つ付出中討論議ural議案 evacful議案 現在就準備調查了補充很優移 在這個按理手中 感谢观看 调节结果 出席93人 赞成67人 反对26人 弃权0人 赞成者多数第23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24条 请宣读条文 行政问题第24条 民法总则编辑 在编关于配偶夫妻结婚或婚姻制规定 于第二条关系准用之 民法以外之其他法规 关于配偶夫妻结婚或婚姻制规定 及配偶或夫妻关系所生制规定 于第二条关系准用之 但本法或其他法规 另有规定者不在此线 委员赖社保的提案第16条 同性家属之一方 受他方抚养者 应在校就学身心状悦或无谋生能力 任列为所得税法之综合 所得税抚养家属 委员林淡化等提案第25条 民法总则编辑这一边 关于配偶夫妻结婚或婚姻制规定 于第二条关系准用之 民法以外之其他法规 关于配偶夫妻结婚或婚姻制规定 其配偶或夫妻关系所生制规定 于第二条关系准用之 但本法或其他法规另有规定者 或其规定与生成认成 或其他与第二条关系 本质上有不合者不在此线 民进党的难说 认动第24条 民法总则编辑 民法在编关于配偶夫妻结婚或婚姻制规定 与第二条关系准用之 民法以外之其他法规 关于配偶夫妻结婚或婚姻制规定 及配偶或夫妻关系所生制规定 与第二条关系准用之 但本法或其他法规另有规定者不在此线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4条 民法总则编辑 亲属编关于 最近一年有同军事实之 其他亲属家属之规定 与第二条关系准用之 民法以外之其他法规 关于最近一年有同军事实之 其他亲属家属之规定 与第二条关系准用之 但本法或其他法规 另有规定者不在此线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24条 民法总则编辑再编 关于夫妻配偶结婚或婚姻制规定 与第二条关系准用之 民法以外之其他法规 关于夫妻配偶结婚或婚姻制规定 及配偶或夫妻关系所生制规定 与第二条关系准用之 但本法或其他法规 另有规定者不在此线 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动议第24条 民法总则编辑这篇关于配偶夫妻结婚或婚姻制规定 与第二条关系准用之 民法外之其他法规 关于配偶夫妻结婚或婚姻制规定 及配偶或夫妻关系所生制规定 与第二条关系准用之 但本法或其他法规 另有规定者不在此线 宣读完毕 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 现在依再修正动议修正动议 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 依需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民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 民党党团实在力量党团要求 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拍摄 什么 员 问题 什么 水 表決結果 出席93人 贊成66人 反對27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多數 第24條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第25條 請宣讀條文 行政院提案第25條 經委員林代化等提案第26條 因第二條關係所生之爭議為家事事件 適用家事事件法有關規定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25條 因第二條關係所生之爭議為家事事件 適用家事事件法相關規定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25條 刪除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25條 因第二條關係所生之爭議為家事事件 適用家事事件法有關之規定 時代令黨團再修正動議第25條 第二條關係所生之爭議為家事事件 適用家事事件法有關規定 本條衛偶委員登記發言 現在依再修正動議修正動議提案條文 之提出現後順序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議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時間一分鐘 時間一分鐘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93人赞成67人反对26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第25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26条请宣读条文 行政院提案第26条 任何人或团体依法享有之宗教自由及其他自由权利 不应本法之实行而受影响任得依法行使该等权利 委员令淡化等提案第27条 本法旨在规分第二条关系双方当选之权利义务 任何人或团体受宪法保障和依法享有之自由权利 其中包括良心信仰宗教言论表现意见 教育及受教 艺术自由及工作营业并研究自由等 均不应本法之实行而受影响或限制 任得依法享有行使之 并不为反对差别待遇之禁止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6条 任何人或团体依法享有之宗教自由及其他自由权利 不应本法实行而受影响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6条 本法旨在规分第二条关系双方当选之权利义务 任何人或团体受宪法保障和依法享有之自由权利 其中包括良心信仰宗教言论 表现意见教育及受教 艺术自由及工作研究并研究自由等 均不应本法之实行而受影响或限制 任得依法享有行使之 并不为反对差别待遇之禁止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26条 任何人或团体依法享有之宗教自由及其他自由权利 不应本法之实行而受影响 实在力量党团再修正动议第26条 任何人或团体依法享有宗教自由及其他自由权利 不应本法之实行而受影响 仍得依法行使该等权利 宣读完毕 本条未有委员登记发言 现在依再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提案条文之提出现后顺序 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启动有任何议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民党党团再修正动议 条文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再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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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結果 出席93人 贊成66人 反對26人 棄權1人 贊成者多數 第26條 照民進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休息五分鐘 休息之後繼續開會 現在休息 結束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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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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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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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